在他的臉部增加了憤怒 就是說我希望可以表達出我自己內心的怒吼 我不想要這麼地受歸宿 我的內心其實是自由的 但是我的外表感覺很壓抑 就想說把自由比一整鴿子 從我的透露裡面蹦出來這種感覺 因為眼睛會有一點點訴說故事的部分 那我就會把那個想像空間留給更多人去看 一般學生讀到高中為止都很少碰到地體 樹斑也大部分平面的製作比較多 他們很常去挑戰不同美創 來學這個的話比較新鮮這樣 雕塑的話它是一個3倍的十度全方位的 也同時一樣一直動喔 所以每次用完都很累 但是又是一個成就感 你必須要透過你的手跟眼睛 或者整個身體的一個配合去 達到一個學習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華泛也有個特別幫助 就是說你可以跨領域學習 它同時就是可以增加你的精力 也可以同時增加你的創作的功能 有些同學的想法就是比較獨特 我們就是互相交流起來 導師也給我們大家自由的創作空間 藝術之所以這麼的吸引人 就是因為每個人做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 在這裡其實會感受到沒有那個人家存在 所以我會向大家推薦 來就讀華泛的出席 人家寶寶 想阳